職務人案例 職務人案例 我是職務人案例的黎老師的兒子 我這次講述一下 我媽媽怎樣 原始點手法來幫到她的過程 在2012年5月初 我媽媽在獄室裡跌倒 經過醫生電腦掃描之後 發現她腦積了很多醫院 要做手術 但我媽媽因為年紀大 不想做 但兩天後她就昏迷了 醫生說她 她真的昏迷了 給我們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 拔了一些痕 讓她自己走 第二個選擇 現在插著營養喉和氧氣 在床上做植物人 過去一生 我不忍生看到我媽媽 在床上做植物人 很幸運 有人介紹我去舊金山推廣站 找到程經理 她很有愛心 教我怎樣做手法 幫我媽媽 她看到我媽媽的眼睛有動動 和眼皮可以動動 她做三丁零學 要我幫我媽媽按推 和做溫敷 我不斷地跟她做 即是第三天 那段時間 她醒了 和可以認得我們家人 她說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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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對原始點 很有信心 繼續幫她做 幫她做原始點的前身 她慢慢好 她可以飲食 可以自己梳頭 看報紙 當她可以飲食的時候 好 用些新鮮薑 煮薑水 給她喝 之前她的聽覺很差 但做了按推之後 她的聽覺好很多 比我更加好 她的眼力比以前好很多 她還可以坐在籠椅 出去玩 出去飲食 醫生覆診的時候 她覺得很驚訝 我媽媽竟然可以康復 可以坐在籠椅 可以飲食 她問哪個醫生做得這麼好 那我就說兒子點 她也很有興趣想學 我很感恩兒子點幫我媽媽 所以我學習 將醫師無私奉獻 假決病人送苦的精神 將她發容開大去 祝福更多人份 祝福更多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